問一些花生一點的事情 Semi在裡面 其實很素顏 因為他不是花枝招展 但是我經常覺得 那些女星 一定要care自己是否漂亮的 就是上鏡是否漂亮 但是他也挺素顏的 但是你們在 你們看螢幕 你在電影裡面跟他演戲 這麼近距離見到他 他是否漂亮 漂亮 那個漂亮不是花枝招展的漂亮 是完全接受了自己的漂亮 我覺得這種漂亮是最漂亮的 就是我以前自己也會 就是我要拍我最漂亮的樣子 不要拍到我的瑕疵 但是慢慢就發覺 不是的 其實那些瑕疵是痕跡 反而你接受了之後 那些痕跡是會漂亮的 所以我在現場看 我覺得你見到他可能有些皺紋 有些乾乾的 那些是正的 我覺得 乾乾的 你也給他一個大截圖 是啊 但是我又 他也接受 不是說叫你打亮的燈 然後我作為觀眾看 你很厲害 但是又很舒服 為什麼你這麼大膽 你做這樣的事情 如果比其他女性 可能不行 我想本身要Semi 都覺得對 因為我覺得這部電影是一個 這麼生活化的電影 你不可以化那麼多妝 是啊 你必須要接近素妝 就是接近素人的妝 因為本身的角色 都不像會化那麼多妝的人 所以這件事是絕對合乎劇情 又是合乎那部電影的標準 所以其實Semi 都完全沒有說過任何關於 我不好 我不想 好像大家都不用說 一定是素顏的 一定是接近素顏的 你剛才說的 是否漂亮的問題 是啊 我記得最近看Making of 其實她有一個妝 是差不多最後的 短頭髮 她的樣子就沒什麼化妝 我看到Making of 我真的覺得 這個Semi很漂亮 我真的有一點心動 那一刻 我真的覺得很漂亮 那一刻我只是覺得 這個Shop是何時拍的 其實是Making of裡面的鏡頭 是 她的皮膚很好 沒有什麼妝 她是有一種 有一種 反而有些很純情的感覺 不知為什麼 怎麼認認 可能她平時的形象不是這樣 還有她的電影裡面 表情也不算多 不會大笑 又不會大哭 就是那種接近歸零的一個表情 但是那個很耐看 為什麼很好看 我很喜歡看她的電影 看到她的鏡頭 嗯 這個就是 希望 我不知道你剛才說過這麼心動的Shop 有沒有日後任何的平台 或者碟可以放進去 可以的話 日後就大家欣賞了 有機會可以給大家看 說一個幾秒鐘 我覺得這一下很漂亮的Semi 本身裡面也很漂亮 就是告訴大家 原來不一定要說靠一個化妝 是吧 即使很接近沒有化妝 甚至給她一個帶頭 這個Semi 也是很好看 無論是粉絲 和不是粉絲 你都會看得很舒服的 好了 接著還有裡面呢 嗯 我不知道說 你可以說就說 你喜歡公開說就說 也可以不說 裡面有一個角色很驚喜的 是 一看到就 他就全場都嘗試 而且你又不會在其他電影 你不會在其他電影看到他 他第一次拍電影 是嗎 是的 你覺得好 不要在這裡說是誰 還是入場才感受那個開心 給觀眾一個驚喜 是的 給觀眾一個驚喜 你進去 只看他都值回票價 嘩 他場一場都好笑 但是為什麼你可以叫到他 下場又這麼放和你玩呢 其實我們有時候就覺得 他很適合這個角色 那他又不會 簡直是覺得適合這個角色 簡直是 是對的 是啊 那他又沒有做過電影 是 但是他又出名的 是 重量級 是 絕對重量級 我們本身那些比較會 就是這些是一些很客串性的角色 其實沒有什麼對白的 或者很少對白 嗯 我們都想找一些出名 嗯 但是又有些反差的人 就是你不會覺得 這個人會在這個角色上出現 是 就是 我就想換這種客串的演員 嗯 那他是其中一個 很成功啊 是 很成功 一出來 當日我看優先場 是的 然後一出來 全場都笑 就是很少 你不是說get 他沒有特別說get 只要看到他而已 全場都笑 這個也是很享受 希望大家 我們現在不穿誰 希望大家入場 要看看 好了 嗯 除了他之外 說一些小演員 嗯 小演員兩位都關事 一位是導演 一位是爸爸 嗯 我們拍攝 就是無論廣告電影電視劇 最害怕就是小朋友 是的 是不是 是的 為什麼呢 你這次呢 是挑戰很多個小朋友 嗯 就是你是 特意是 我要越過一個高峰 還是 因為劇本是這樣 嗯 所以 算了 要頂硬上 怎麼去減輕 或者怎麼去 接受這麼難度高的崗位呢 我自己在 我自己的視頻之前說的 我應該不是 口講可能寫字 我覺得今年的 金像獎新進導演 沒有你份 真的沒有天理 不要這麼說 我說真的 喂 你要面對這麼多個小朋友 你能夠搞得好 那你怎麼搞得好那些小朋友 你又怎麼搞得好那些小朋友 讓他先說 其實剛才說 小朋友是很難處理的 很害怕的一個 對導演來說 很害怕的一個部分 那我覺得有保留的 因為小朋友當然你會有難度 因為他不是一個成人 他未必受控制 他累就是累 而想哭就是想哭 但他有一種能力 我覺得大人也追不到的 就是他一旦做到的角色 他那種真摯是大人演員都求不上 甚至要向這些小朋友學習 所以小朋友演員 我覺得最重要 我自己的心得就是 你不要跟他講太多 跟大人演員的處理方法是相反的 例如我跟陸俊光說 我說這個角色 君叔叔怎樣怎樣 我說得越詳細 他懂得到的東西越多 做出來會越相似 越好越立體 但是小朋友不是 小朋友你講得盡量少 你不要跟他說 就是等於清清那一幕而已 你不要跟他說 這個水餃 你就因為你是外婆做的 所以現在不是外婆做的 那你就要吐出來覺得不好吃 不好 你就很直接跟他說 這個水餃很難吃 吐出來 好 直接 他的反應應該是怎樣 當然不是那麼簡單 有時候太簡單他都會想不到 所以你要拿捏那個簡單的程度 去到哪裡 令他不要想太多 一想 你就會看到螢幕上的小朋友 假假的那種演出 就是他想多了 明白 這是我一點點的心得 其中一位小朋友 是之前季前賽的老闆仔 即是姜濤的弟弟 都是很好看 很舒服很精彩的 一個天才演員 你怎樣跟小朋友相處 我跟他們怎樣相處 其實各個都不同 最初第一個就是 跟阿森仔 即是老闆仔 跟他的相處就是 未到位前就不斷跟他玩 他是可以玩的 他有很多話要說的 即是 我記得有一幕 就是我們要在屋外的樓梯 等著進一間屋 然後呢 等著的時候 他無緣無故 我低了幾級 他飛撲起來抱著我 即是大家玩到 Action 進去就繼續做 他就忘記了鏡頭 我又忘記了鏡頭 對呀 阿森在那裡 不是那一刻就弄傷的 應該隔了一段時間 但我可能也有些關係 這樣 去到之後清清 清清跟他的相處 其實最初我也有點害怕的 害怕 因為我害怕 因為我之前跟他拍過一個短片 我就殺了他家人在裡面 他見親我 媽媽都說 我女兒見親你就很害怕了 我都用了一些時間來跟他相處 希望讓他對著我 我沒有那麼害怕 但是我跟他在電影裡面 幸好不是很多很親密的電影 那段時間我已經是 抽離開始 因為經歷過心製之後 我還是回家 我看一看他 然後我就坐在一旁休息 我記得幾場戲都是這樣 但是呢 我記得有一天 我們 從場景下去放飯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 就是這裡有很多燈腳 設置在地上 其實清清都小小粒的 那他走不了過去 都偏高的那些腳 那我就抱他過去 抱他的時候 他就親了我一口 然後他媽媽就在後面 不著熟 對 他媽媽就說 你不要讓你爸爸知道 你這樣親了別的男人 我想 就是平時跟他們戲愛的相處 令到拍戲的時候 大家就 已經進去了 對 到之後 阿文 阿... 兩姐弟 家喜家郎 家喜家郎 那就反過來 好像他離開我 即是家謙 家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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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謙他就 他是一個 活在一個小朋友裡面的大人 他在戲裡面有爆肚 有 對 他爆肚 都不期待 但是又在一件事裡面 我覺得挺好的 都是在戲外的相處帶回去 最主要 嗯 那流水落花呢 之前我已經拍過條片 要推介大家看了 一定要入場看這套戲 我想問一下 當局者迷 當局者自己做那套戲 有沒有一些位 你自己覺得 那些位做得不錯 不如大家進去欣賞一下 導演說 嗯 我覺得演員已經有很多人說過 即是無論Semi 陸俊光 談刺前小朋友都很好看 嗯 我推介一件事就是 裡面的景 啊 讓你說了 繼續 那個景 即是景裡面 我也在一條片之前說過 就說 拍到好像日本的顏色 擺位的那樣 經常有一個主要的場景 一條河 一條橋 這樣過去 哇 高高地擺個拍照 很漂亮 我好像說是 即是除了幻外 幻外又拍到 大西北很漂亮 哇 這套戲又是拍到 新界很漂亮 嗯 那現在導演就推介大家 看景 喂 那怎麼辦 景又漂亮 人又漂亮 其實不同的一個攝影師 是的 司徒一落 怪就可以了 喂 景又漂亮 人又漂亮 就是所有東西都要看 那你說了 說完了 景說了 人說了 你說 哪場 或者有沒有哪場 叫大家看 場場都這麼好看 不過我覺得 要選 我覺得 設定好看 其實這間屋是真屋 但是所有的 製造是假的 但是我想 我自己拍的時候 我覺得很像一間屋 令到我 幫了我們投入一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 美術做得很好 就是他設定了一間屋 但是你不覺得是一個景 是覺得很真實 這件事是可以大家去 細味的 多少號上映 3月2號 3月2號正式上映 大家記得 入場支持 流水落花